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我的演讲主题是 全息影像与未来媒介 那么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 请大家仔细看一下 里面这些场景的布置 哪一些是真实的 哪一些是虚拟的 请大家仔细看 数价上的这些东西 好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之前在CG展上 做的一个项目 然后我们通过一个 全息的影像呢 其实这个小狗和小女孩 都是一个假的全息影像 但是我们书架上 这些书啊风扇啊 这些其实是真实的 我们通过这个 希望表达一种就是 全息影像与真实的世界 一种交互 一种融合 好 那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演讲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一个自身的科幻迷 从学生时代开始呢 我就非常地着迷三体小说 还有日本九十年代的科幻动漫作品 这些作品中 对未来世界的想象 以及思考 曾经非常深刻地影响和打动了我 这些年呢 我有一种感受越来越强烈 就是这些作品 对未来的猜测 似乎精准地准确 因为 我们身边 现在出现的每一样新鲜的事物 在这些十几年前的作品中 似乎都能够找到原形 因此我觉得 未来的样子 也许早已经通过这些动漫 游戏 电影 印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喜欢看科幻电影的朋友们 一定知道 《钢铁侠》里面的全息投影操作桌 还有《攻殼机动队》中 布满整个城市上空的 全息影像的广告 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这些全息的介质上得以展现 那么 这样的未来技术 什么时候会来到我们的真实生活中呢 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追求的一个目标 我们希望通过科学 以意识的完美融合 去实现这些科幻作品中 对未来媒介的猜想 什么是媒介 媒介是信息的载体 是人类感知的延伸和加强 人类最早的媒体 是两万年前的研画 那个时候 媒体还没有办法被移动 这些信息 也只能在部落的内部被传播 那么 怎样让这些研画的信息 传播到更遥远的地方呢 后来 人类发明了甲骨纹 于是 媒介就可以被随身携带了 文明也就可以随着人类迁移的脚步 慢慢传播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科学的进步 也推动了媒介技术的发展 从最早的竹简 印刷 电话 摄像 和电影电视 以及互联网 再到最近非常活乐的VR AR等技术 媒介所承载的信息 变得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真实 而媒介这个载体本身 为了更易于传播 正在独间的脱离实体 越来越虚拟化 然而这一切都不是媒介的最终形态 那么未来的媒介会是什么样子呢 今天我们在台上 向大家展示一种新的媒介技术 它可以不通过任何眼镜 或者是手持设备 我们前面有一台特殊的投影仪 它可以在我们现在现场的舞台上 去实时地投射一个立体的影像 好 现在让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 灯光师傅请把灯光调安 谢谢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设计的一个金丝猫形象 来 金丝猫 给大家打个招呼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神奇 灯光师傅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环境的灯光稍微调亮一点点 好 严格地来说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展示的这个全息技术 还不能称为真正的全息影像 它是 严格地来说 这边不能称作为真正的全息影像 它是通过模拟的透视 给大家造成的一种视觉欺骗 那么什么是视觉欺骗呢 对 大家一定在这种路上看到过这样的 3D的立体化 其实就是同样的原理 我们的人眼呢 会被看到的这种影像所欺骗 通过模拟的透视呢 大脑中会形成这种立体感的假象 现在我们展示的投影 实际上也是同样的原理 通过体感技术 以及3D性能源引擎 我们现在可以在舞台上 实时地在任意的一个表面 制造这样的全息影像 可以想象 如果未来这样的技术得到普及 那么我们的城市样貌 以及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 好 现在我们让我们的金丝猫 带领大家穿越到未来的某一天 体验一下 未来我们将怎样度过这样的一个周末 现在是早上9点 我想去喝一杯咖啡 金丝猫 我们附近有没有什么新开的咖啡馆 我想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一家很不错 带我导航过去吧 未来城市可能到处都会有这样的全息影像 来为你导航 所以即使我们身边没有手机 没有Pad 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出行将变得无比的方便 好 咖啡非常不错 下面我想逛一下商场 金丝猫 带我去最近的商场吧 好 在座的各位都有网购的经历 然后拿到手的食物 是不是经常与照片相差非常多呢 很多网友也会调侃 卖家秀与买家秀的差别 那么 面对这样的痛点 未来的媒介 会有什么样的好的解决方案呢 好 现在我想邀请一位现场的嘉宾 来上台体验一下 未来的网购 最好是身穿白色 请这位来 好 请问这位观众站到这里来 金丝猫 今天这位观众穿的白色礼服 非常的漂亮 那么如果能搭配一条项链 就更加完美了 对 我们现在展示了三款项链 让我们来先试一下第一款 未来网购 可能这样的项链 就会直接投射到 被购买者的这样的身上 我觉得第一条项链还不错 但是有点复杂 我们是不是先试一下第二款 好 我觉得第三款 也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这一条是最合适的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直观 有没有一种想购买的冲动 看过电影《普罗米修斯》的观众 是不是记得电影中有这样一个 全息投影的医疗舱 通过这样的全息的屏幕 可以看到里面人体体内的结构 还有各项的医疗数据 那么我就在想 如果现在的医生 有了这样的设备 他就相当于拥有了一种透视的能力 不需要借助于平面的CT影像 或者是X光相片 医生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 这些病灶在人体内部的 紧确的位置 金斯猫 我们下午约来体检 带我们一起过去体验一下 我们先看看心脏的情况 心率正常 血压也正常 看来心脏没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我们先看一看消化系统的情况 看来这位观众是得了慢性胃炎 我估计是平时经常加班 也没有时间休息 说需要多注意身体 需要说明的是 我们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些医疗数据 是一个模拟的数据 但是呢 这项技术实际上现在已经 运用到了临床上 下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我们和北京301医院 合作研发的一个项目 医生呢 通过AR技术 以及全新影像 可以非常直观地 准确地看到脑部的肿瘤 在病人头部的准确的位置 所以手术会变得非常非常地安全 好 请这位观众先下台休息 现在是晚上 我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去挑选一项礼物 那么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新鲜的玩具 金斯猫带我们去逛一逛 大家都知道 小朋友在玩玩具的时候呢 他会在脑海里想象这个玩具 在一个虚拟的游戏场景中 那么我在想 有没有办法 把小孩子对这些虚拟游戏场景的想象 投射到现实中呢 今年的苹果发布会上 展示了通过AR技术 以及iOS设备 将虚拟的玩具 与实体的这种场景相融合的技术 那么今天我们的投影 可以在这个现场的任意一个表面 比如说在大家的家里的沙发 地面或者是墙壁 在任何一个表面 制造出一个虚拟的游戏场景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将真实的玩具融入到虚拟的游戏场景 会激发孩子们无限的想象力 好了 精彩的一天就要结束了 金丝猫给大家说再见吧 今天的CG技术 我们已经可以制造出 真假难辨的素质图像 那么未来 媒介的虚拟化 会将这些图像 带到我们的真实世界中 从而极大的改变 未来的城市样貌 虽然今天我们还需要接触于AR眼镜 或者是AR手机 这样的设备 才能看到这些全息的影像 但是我相信 总有一天 真正的全息技术得到突破 这些虚拟化的媒介 会迅速地占领和覆盖 城市的每一处表面 到那个时候 也许我们走在大街上 就再也分不清楚 什么是真实的世界 什么是虚拟的影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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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